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4月21日,喂,大家好 剛剛爆了一件事,就是SpaceX的飛船爆炸了 其實Eon Mars馬斯克就說,其實這個已經是試射成功了 其實他說的東西都挺荒謬的,我也是想恥笑一下 但另外,我也想說一下Eon Mars這個人的歷史 其實也做一個分析 除了這件事之外,布林肯最近去不到大陸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也是挺醜怪的,出醜也很嚴重 其中一個出醜的地方就是去到越南 別人不掛入美國國旗 這個也是挺搞笑的東西 待會想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美國面對個勢都挺差的東西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議,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頻道,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或晚上,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首先呢 就先說一下爆炸事件 爆炸事件也挺搞笑的 因為這件事來講,我想你自己看我四分鐘的影片 我又不想偷人的影片 但是呢,01就有很多圖片 就是在這條影片剪出來 是飛了上天之後呢 爆開了 即是那四分鐘,有些呢 有些濃縮板就用30秒而已 飛了上去,飛了一下就 天就爆開了 那其實呢 那個火箭 就分開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一些太空艙啊,器材那些東西 後面就是一個推進器 就是一顆火箭了 那通常呢 如果那個推進器爆了 如果可以跟前面的太空艙分離到呢 那我覺得就算那個 那個推進器 因為它有裡面一些技術的問題 什麼什麼的問題 爆炸了呢 其實我覺得呢 就 都 如果分離得切 前面的太空船 分離了之後 繼續向上 向天衝 跟著呢 進入去軌道 或者進入不到軌道都好啦 起碼都叫分離島啦 那麼分離島之後 那個火箭 衝不出大氣塵 但是可能有一些方法 它 會爆開那個降落傘 那都叫做 起碼 不是一鑊熟啊 這樣 但是現在你看回那個故事呢 是很好笑的 就是呢 其實我是美國人呢 真的自信呢 突然間跌了的 馬斯克所謂的 的 Ironman的 現實版 又說神人啊 又說 哎呀 什麼都可以的 又Tesla 又SpaceX 又成 但是現在呢 可以說美國呢 叫好拿醜怪的 醜怪的地方就是 你 這隻火箭 管來分 前面的太空艙 後面的推進器 現在這四分鐘 是未分離之前就爆 就是說 整顆火箭 所有東西 全部爛了 那萬一裡面有人的話 那就是那個太空人 就一定死啦 是不是啊 那現在你馬斯克的說法呢 就是他 他好難無恥地說 只要 只要 火箭 離開發射台 沒有炸 沒有炸爛 那個發射台呢 已經叫發射成功了 真的 說真的 那一句 你在大陸 的太空科技來講 我真的大陸 我沒有見過 大陸的火箭呢 是會射不出去 然後炸爛了 發射台的基地 馬斯克就說 沒有炸爛過發射台呢 就已經算是成功了 會不會那個要求太低呢 美國人 就是馬斯克說這句話 會不會有點無恥呢 你說是很神話的人物 但原來這個神話的人物 說話是這麼無恥的 就是現在你美國 射支火箭 大張旗鼓 那現在你叫做全球 最大動力的火箭 這樣 但是現在你搞這麼大的火箭 你一敗塗地 但是你說沒有炸爛過發射場 已經叫做成功了 這樣 那會不會那個要求 會不會已經低到 嚇死人的地步呢 其實美國人 其實美國人會不會 打腫面子 就是充富有呢 啊 就是臉腫了就說自己肥呢 其實這些真是好 是好搞笑的 但是其實呢 你馬斯克 這個星纜事件就好醜了 對不對 還要說成功 如果你承認失敗 我覺得不是很醜啊 他不認失敗 那是醜的嘛 那另一個人物 美國其實可以說呢 這個火箭 射不到出去呢 都是一件呢 挺醜怪的事 但是其實最近布林肯呢 可以說呢 是很晦氣的 因為呢 其實布林肯呢 就很想 去大陸的 因為呢 二月頭啦 你知道那個波波事件啦 就玩了很多日啦 是不是 在二月 那之後 布林肯就說應該要去的時候 沒有去到啦 然後大陸就跟他說 喂 我也沒有請你去 你說推遲 有什麼推遲呢 我根本沒有說給你去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布林肯 如果按到現在來說 其實大陸一直都不讓布林肯去 但是布林肯 說到自己二月頭去的時候 大張旗鼓 但是知道去不成 那想自己沒有那麼醜樣的話呢 就叫 你有個波波入了美國的主權 你侵犯了美國主權的話呢 那大家關係不好 我不來 那當然 後來現在呢 就是說 大陸 用了兩個月時間 跟全世界說 那如果你是暫停來的 那你應該很快來到啦 是不是啊 阿勞拉 三月想來 但是病了 那麼四月就馬上來到啦 那為什麼你二月說來 四月都來不了呢 那就是說 大陸就要告訴你 我真的不想你來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布林肯最醜怪的地方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 喂 大陸應該有意願 跟美國保持接觸的意願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看一個維基條目 我們要看一個維基條目 我們要看秦剛 秦剛 秦剛是現在外交部的部長啦 那他是美國的 他十月三十日就去理新啦 成為外交部部長啦 那他是駐美國的大使呢 這個身份呢 他就由外交部部長之後呢 兼任了五天 因為可能呢 十二月三十日就宣佈了他是外交部部長啦 那跟著他要執事 那都搞了幾天的 才離開到美國 那他就做美國大使去到二月五號 即是二零二三年一月五號 現在二零二三年的一月六號 直到現在的四月二十一日 足足是有成三個半月 中國是沒有任何的大使 是派去美國的 即是駐美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 是去到 是有 即是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是一九七九年呢 中美建交之後 是沒有試過 駐美大使去完兇了三個半月 都沒有fill in 即是沒有 沒有再再阿塞另一個人去接任 這個是一個很反常的事情 那就是說呢 現在大陸呢 跟美國的關係呢 已經呢 由普通的外交關係跌到呢 代辦級 那就是 現在中國跟立陶宛的關係呢 近似跟美國的關係 就是把關係降級到呢 就是那些什麼辦事處級 啊 什麼領事館 沒有人的 因為我不派領事過去嘛 我說暫時沒有人去 實質上就是大家 高層次的溝通沒有了 所以布林肯說這一句呢 充滿了酸味的 即是布林肯看到 全世界這麼多個國家去大陸 針東西 現在是我去不到大陸 全世界都去到 然後呢 現在呢 現在呢 在北京那邊的中國媒體 就已經是 有一些的說法 就是你布林肯這麼沒有禮貌 你罵嘛 說中國沒有意願跟你去交往嘛 那我其實低層次而已 都有跟你交往啦 那所以呢 現在呢 中國的媒體罵他 喂 那些不懷好意的人 見你做什麼呢 喏 其實 中國外交的布林肯沒有說這些 但是中國的媒體呢 就這麼說 說 見你布林肯做什麼呢 事實上就說了 法龍點了精的了 就是說 見你布林肯 你 你 手上 喏其實 美國做事啦 經常都這麼說了 三毛大叔手上有兩樣東西 一顆就叫棍 第二樣東西叫紅蘿蔔 那他拿來駕馭 一些的 其他國家 那其他國家當是兔子啦 是不是 那你駕馭那些兔子 那中國現在都 那些網民都叫中國做兔子啦 是不是 你想駕馭那些兔子 你一是給甜頭 就是紅蘿蔔 要是 就是 用棍 咬他 是不是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美國已經全身爛債了 那他全身爛債的話 那就是他已經沒有紅蘿蔔 只有棍 那問題就是說 現在中國 怕你美國嗎 是不是 現在中國有超音速武器 那就是說 你拿一些航母艦過來 那我就打了去咯 你夠膽翻臉的話 是不是 你 找些 你現在 你敢不敢找航空母艦 進入南海 不敢 那 這個月頭 你答應 蔡英文 去了美國 又洛杉磯去哪裏都好 大陸包圍台灣 但是包圍的過程裏面 把三東艦 推了下去台灣 移動幾百公里 隔著二三百公里 就是說 在三東艦起飛的飛機裏面 可以 是去到關島的 就是說 你美國的第二島鏈 都困不住三東艦 而是同期來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呢 就不敢再走近三東艦 中國呢 是很順利地 做一個環島包圍台灣的軍事演習 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看不到啊 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你美國的軍力 不足以威脅到大陸 大陸就很順利地包圍台灣咯 沒有直接拿而已 是不是 因為大陸 不想你 不想你美國 現在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那可能美國 你會充公大陸在海外資產 大陸現在搞緊一些撤資的事情 可能是這樣 我不想這麼快和你翻臉 是不是 你蔡英文這塊垃圾 你明年一月十三日都變成一隻腳鴨 又選下任總統的 那我現在不急著打你台灣了 一月十... 夏年2024年 一月十三日之後才算 那現在大陸就說 我等你美國爆煩的嘛 是不是 那現在問題就是 布林坎在這裡求 就說 喂 你讓我見 我見完之後 我就趕一大堆垃圾 就拿一顆棍去吵你 我就說 我在這裡搞台獨的了 我在這裡做什麼去威脅你了 或者在香港又搞黑暴什麼東西 對嗎 跟你說 喂 你現在不理睬我 你明年2024 隨時滑街了 香港暴動了 這樣 可能布林坎只是說這些 是沒有甜頭的 只有威嚇 阿爺就會覺得 喂 我現在肥子大隻 我為什麼要受你威嚇啊 我為什麼要見你啊 你傻了嗎 就是這樣 現在阿爺就說 我不受你威嚇 所以我連過 我連過的 駐美大使都不安排人去 因為我不需要聽你說那些威脅我的話 你要我買美債可以的 你有沒有一些甜頭給我 譬如說你把台灣 直接就是你索性 你的美軍撤走了 拿台灣呢 你開個價 是不是啊 大陸可以跟你談的 你給我一些利益 我 我不是跟你交換 買你美債也可以的 但是現在美國不肯 做這件事嘛 他只是說 喏 我不會給你任何利益的 我只是會 你不買美債的話 我就在台灣搞多些 搞多些台獨咯 這樣啊 大陸就說 你要用威嚇 你打算兇手 奪白狼 我忘記了那個 Terms是什麼 你要想著 你永遠都是白嫖的 那些文章說 就是說 你只是想拿著素 你不是跟我利益交換 你還威嚇 用整個拆匪這樣 你搖我 要我 要我向你美國推援 現在你美國沒有資格這樣做嘛 是不是 這個位置講夠了 其實我想說回馬斯克這個人 其實馬斯克這個人都挺過癮的 我去看Tesla這家公司 其實他是 馬斯克 其實Tesla這家公司 03年創辦 但是馬斯克04年買入 都很早的 最初Tesla 基本上 是一個理念 Tesla是做電動車 電動車這件事 會 哄到什麼人呢 會哄到民主黨的人 其實美國一直為環保的問題 共和民主兩黨 是吵架吵得很厲害 克林頓的時代 我忘記了通過了一個什麼協議 不知道什麼京都協定書還是什麼 克林頓的時代就是這樣 布殊的時代 立刻退出什麼京都協定書 就是我不搞環保 其實Tesla 建立的時代 就是布殊年代 其實呢 馬斯克這個人 很過癮的 他一邊做SpaceX SpaceX是2002年建立 但是SpaceX呢 基本上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整個概念呢 就是 美國人呢 他們搞太空競賽的時候 他不想再用太空總署這個名字去搞了 他想找一些私人的公司去搞 但是這些私人的公司呢 跟軍方的關係是必須要很親密的 但是現在他就 美國的軍方選了 這個的馬斯克出來 開始就 呃 這個的00年代就開始說他是 呃 很厲害 很厲害 有很偉大的征服太空的理想這樣 但是其實這傢伙說的那些東西呢 在00年代呢 就是Fight Up的 但是呢 很有趣啊 美國呢 就有一個造神法呢 很厲害的 就00年代起呢 開始呢 有一個電影系列 就是Marvel的電影系列 Marvel的電影系列 出了十幾十套 08年第一套呢 就是Iron Man 但是其實一直呢 在美國裏面內部的宣傳呢 不斷說那個Iron Man的角色叫Tony Star嘛 其實Tony Star呢 就是 Eon Mars 啊 美國人呢 其實不斷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呢 不斷就會覺得 啊 哦 原來 Iron Man這麼厲害啊 又打外星人 又保護地球 嘩 好厲害啊 那其實 對 電影 Super Hero的喜歡呢 是轉移了下去呢 這個 馬斯克裡的 Eon Mars 那但是其實 吹起了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那這個人其實呢 就是很難不實際的 但是很好玩的啊 就是呢 這個 Tesla呢 一直呢 那間公司是虧錢啦 但是上了市啦 SpaceX一直呢 做得不太順利啦 說了很多東西呢 就不夠水頭啦 是不是 但是近年呢 其實呢 Eon Mars呢 突然間崛起 那其實呢 可能那個電影系列 很受歡迎 很多人喜歡看 但是呢 其實 Eon Mars呢 在2018年呢 Tesla是比較差的 那誰救了Tesla呢 那其實可能你大家都知道的了 救Tesla那個呢 是阿爺 因為Tesla呢 在2018年的時候呢 阿Trump和 嗯 和中國呢 基本上關係變差的了 因為要搞貿易戰 但是Tesla在2018年開始呢 就公佈呢 要建立那個工廠 那2019年年頭呢 其實貿易戰已經開始打的了 18年12月 孟晚舟被人拘捕了 但是孟晚舟拘捕了之後一個月呢 這個的 上海超級工廠呢 就開工 動土 年尾呢 就開始呢 就投產 其實很過癮 過癮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Eon Mars這個人呢 很明顯是代表美國軍方的 但是呢 其實Eon Mars呢 他一邊呢 是代表美國軍方呢 他就不只是 支持共和黨的 就是他呢 這個人呢 那個形象就是兩樣東西的 一 就搞軍火 軍火裡面呢 搞這個太空的東西 那就替美國軍方呢 做白手套啦 所以美國軍方有時候說 喂 他做一些很衰革的東西 就叫Eon Mars做咯 他有個星鏈計劃 就說弄四萬塊衛星 擺了太空就失去太空的嘛 那這些東西是很討人真的 但是美國呢 軍方不想自己做 就用這個白手套做咯 就用Eon Mars去做咯 是不是 那個故事是這樣 但是 這個白手套呢 他不只是拿共和黨 傳統共和黨 石油箱 軍火箱 但是現在軍火箱呢 不想 只是 依附 這個 共和黨啦 就拉一條線 就叫Eon Mars呢 搞Tesla 本來呢 搞極都不生不死的 但是Eon Mars呢 那個造神活動太成功了 說他是Iron Man嘛 又打外星人呀 拯救地球嘛 拍了這麼多集 十幾集嘛 是不是 這個電影系列 是不是 由Iron Man拍到去啊 現在 有個千霸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最 最 最後那集啊 就不知道 那個千霸 不知道有上下集的啊 是吧 最後也是啊 Iron Man死了啦 但是Iron Man已經是為到拯救地球而死的嘛 是不是 其實 但是現實的裡面 Iron Man 那時候2018年的電影系列呢 以為他撿的時候呢 他走了去中國 那其實代表美國軍火箱呢 其實那條線 就說 喂 反正 電動車都快要死了 因為呢 美國內部的石油箱去抵制他 不想他 電動車做得起嘛 那美國很多人才就覺得 喂 環保好啊 搞到電動車的 他唯一生存的方法 只可以去大陸咯 那就是會想起 很有趣啊 有時候你說 美國人有很多好的概念 但原來在美國內部 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因為那些石油箱太厲害了 現在呢 Iron Man死呢 有一個概念 他就想做這個 買了Twitter之後呢 把Twitter呢 就抄微信支付 跟著呢 就做手機支付 將大陸的手機支付名式呢 在美國裏面copy回 其實呢 美國軍方呢 其實我覺得野心都很大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手機支付 為什麼在美國運作不到呢 就因為華爾街太厲害了 所以你看到呢 Eon Mars在大陸 塗得多的時候呢 將手機支付的概念呢 他很想copy過來 所以他就買Twitter嘛 他想Twitter變成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嘛 那他會不會美國軍方 未來 他會站在特朗普那邊呢 如果特朗普贏了 特朗普一定會 剿滅華爾街的 如果華爾街被特朗普 打到半山不死的時候 那美國就有可能 搞這個手機支付了 就是說呢 我在說2024年 總統大選 會不會Eon Mars真的站在特朗普那邊 最後幫他贏呢 跟著自己的利益交換 就是2025年開始 Twitter就會變成 另一個微信和微信支付呢 那我拭目以待了